只是因为给失恋帅哥撑了把伞 这个妹子就被殷师重男给缠上了 你知道病娇和重男的区别是什么吗 病娇是你不喜欢我我就捅死你 而重男是你不喜欢我我就捅死我自己 很明显男主花野景就是这样的神经病 小英和朋友小想在店里吃甜品的时候 还顺旦吃了个瓜 隔壁班的班草花野景 居然被女朋友泼饮料当场分手了 最后女朋友留下一句 你这辈子根本不可能谈什么恋爱 就气哄哄的跑了 花野景也跟着沮丧离开 虽然没有谈过恋爱的小英不解 明明是自己喜欢的人 怎么能那么说对方呢 可能这就是爱之深恨之切吧 小想说小英谈过恋爱就懂了 然后就宣布了自己的恋爱消息 小英捧多的鼓掌恭喜 吃饱合作后和小想分别 万万没想到 在路上碰到了知诚的失恋帅哥 下这么大雪 帅哥却坐在长椅上发呆 小天使小英就上前给他撑了下伞 提醒他这样下去给发烧的 那一刻花野景仿佛看到了光 第二天到学校直接去小英办理当种跟他告白 小英虽然是毫不犹豫的拒绝 他既对恋爱没兴趣 也对花野景没兴趣 但花野景还是展开了蒙里的追求 每天一大早等小英一起去上学 毕竟是校草 同学们难免会议论一番 不明白花野景长那么帅 怎么会看上小英这样普通女孩 小英听了他们的议论也没生气 只是一时分神没听见花野景刚刚的话 花野景想知道他喜欢什么 比如发型之类的 小英回答短发西斜的比较轻松 然后不急的问花野景为什么选自己 不管从哪方面来看 他们都毫不相配吧 花野景却说 在小英现在递出雨伞的那一刻 他就知道他是他命中注定的对象了 以花野景的姿色 想接近他的人自然不少 可那些人接近后 发现了他的真实模样 和自己幻想中的相去甚远 就会失望一时远离 小英就到现在都能和他正常交谈 这让花野景更加无法放手了 一听说小英喜欢短发 当天就把那头狼尾给剪了 小英一下了一条 他昨天回答的是觉得自己短发比较好 肯定让花野景剪短发呀 而且这家伙就因为他随口一句话就把头发剪了 这份感情太过沉重 小英无法理解 花野景立刻把握出机会 表示他们可以尝试交往看看 说不定小英就能理解了呢 事件就到圣诞节 小英下意识想要拒绝 但花野景温柔的说了一句 没有不能恋爱的人公 也让他突然升起了想要试一试的勇气 中午的时候 小英的两个好朋友 小想和柴柴都有了自己的事情 没办法和他一起吃饭 小英都打算自己吃了 结果花野景来搬离找他 两人一起去了安静的楼梯间 花野景拿去了特意为小英排队买的 学生餐厅特产红烧肉包 小英瞬间心动 不过还是分了一半给花野景 两人就这么分着吃了一个大包子 这时小英注意到 花野景的耳定不见了 花野景说觉得他不喜欢 看起来招摇的男生 就把耳定给摘了 这份沉重的感情 让小英压力很大 趁这个机会便和对方说清楚 他不希望花野景配合自己的喜好 应该好好珍惜他喜欢的事物 花野景看小英有点烦恼 就掏出耳定又带了上去 没想到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一只 虽然花野景嘴上说着没关系 小英还是把这件事放在了心上 听语课上 小英将自己的两枚发夹借给了同学 同学就不小心把发夹弄丢了 小帅过来刚好听到他们的对话 就主动提出帮忙找一下 然而外面已经堆了厚厚的血 这种情况下 找一枚小小的发夹 无疑于大海捞针 同学就说买新的赔偿给小英 小英嘴上说着没关系不用找了 晚上睡不着 还是准备回学校再找一找 这时花野景打来电话 问她的发夹上面有没有断带 小英告诉她上面只有一颗星星 花野景就自言自语 说了句不是这个 小英眼睛都瞪她了 下这么大的血 她不会还在学校找发夹吧 尽管花野景否认了 小英还是立刻穿上衣服去了学校 果然在那里 看到了一个徒手跑学找发夹的身影 小英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花野景回答 因为这样能让你露出笑容 准确的来说 花野景这段时间做的一切都是这个目的 小英不动容是假的 看到花野景还在继续找 突然上前抱着了对方 摘一下子的手套一看 手指都被动得通红 想想动火一下子就上来了 为了区区一枚发夹 就如此不珍惜自己的身体吗 花野景又开始口出滇语 只要能看到你露出笑容 撕裂也没有关系哦 可是在小英看来 只有一边得到幸福的话 这种恋爱不谈也罢 然后拉着花野景去值班室 处理被动伤的手指 还轻视为她擦头发 那天之后 小英和花野景之间就比她尴尬起来 花野景不再缠着小英 路上碰见直接目不歇视的走过去 但放学后就在门口等着小英 告诉她 子杰只是最后一次缠着她了 说完就把沼子的发夹还给了她 这枚发夹是家人送给小英的礼物 她还以为花野景是知道这一点 才能够卖力寻找 结果她说并不知道 只是觉得小英很珍惜运用的东西 不想让她难过而已 这番话深深打动了小英 她也将自己从贩卖机下 沼子的耳钉还给了花野景 只待一边太寂寞了 果然还是两边带比较好 小英心里这么想着 突然意识到 自从认识了花野景 自己好像一直都在体验 没体验过的感觉 这种感觉是什么呢 恋爱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所以在花野景说之最后一次的时候 小英的心里突然涌现了一种冲动 不想就这样结束 于是她拽救了对方 告诉她自己一点也没有讨厌她 坦然的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还问花野景愿不愿意试着跟自己恋爱 话还没说完 就被兴奋过头的花野景一把抱住 两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就这么抱上了 而小英也交代了人生第一个男朋友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恋爱究竟要怎么谈呢 第二天两人一起上学的时候 小英忘了带手套 又下意识地拒绝了花野景递过来的手套 才想起来小想说过 个人叫往要花很多心思 比如要给对方留面子 因为自己完全不懂 小英就趁着午饭的时候 把话和花野景摊开来讲 先问花野景交到女朋友后 原本打算做什么 花野景一日上来就是死能同学 这未免太沉重了吧 所以花野景让小英做自己就好 小英只能把自己的烦恼告诉朋友们 但这种事情朋友也不知道 更不敢胡乱提建议 于是在花野景将熬夜 为小英准备的复习笔记给她后 小英还是不知道该做出怎样的反应 花野景看她那副为难的模样 就上前拍了拍在她的头 然后笑咪咪的说了再见 吃饭的时候 小英把这件事告诉了小小跟柴柴 两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这未免也太宠了吧 小英却还在纠结 自己能为花野景做些什么 毕竟恋爱不是双方都应该乐在其中吗 柴柴就建议 她也可以为花野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于是第二天 小英特意早半个小时出门 打算今天由她来等花野景 我还没想到到学校附近的时候 花野景已经在等着了 没办法 只能第三天再早15分钟 然而花野景照例在那里等着 甚至哪怕提前了一个小时 花野景依旧在等着 这一小子实在是太可怕了 连小英都忍不住问 你每天早上几点来学校啊 花野景笑咪咪的回答 刚倒刚倒 小英当然不可能信她的鬼话 提醒她 这么早在外面等可是会感冒的 可人家心甘情愿呢 花野景不想浪费一秒钟 能跟小英在一起的时光 小英还是不理解 但这一天 她干脆提前两个小时到学校附近 这一次总算没看见花野景在那等着了 天还没亮 路上也没几个人 小英忍不住期待起 花野景看到自己时会是什么表现 高兴还是生气 不管怎样 她都希望对方快点来啊 再一睁开眼睛就看到了花野景 花野景显然很惊讶 问小英怎么来这么早 小英回答她也想做点女朋友该做的事情 也是今天才知道 原来等待式的心情也会这么兴奋好玩 花野景立马get的关键词 你一边想我的事情一边等我呀 意识到这一件的同时 她的脸就红了起来 看到对方这么开心 小英好像也懂了一点女朋友的感觉 结果下一秒 两人就双双打了个喷嚏 就一起去超市暖身子 小英还想了一个好主意 他们可以在这个愿望清单笔记本上 写下要和对方一起做的事情 然后按照学习的顺序轮流去做 像出学者一样 慢慢从会做的事情开始 比如小英写的 放学后 想和花野景同学去车上去的肉店买可乐饼吃 以及想两个人一起找到更多好吃的东西 她让花野景也写一写 花野景就写上了自己的愿望 想要手牵手一起走 这种小事 小英当然会满足她 一出超市就很自然的牵起了手 两人也终于开始像正常的小情侣脸 然而晚上 花野景一个人躺在床上 看着被小英牵过的时候 心里想的确实 她的心愿 才不知什么手牵手一起走呢 而是 我想要你只属于我一个人 花野景知道暴露真实的自己 肯定会吓到小英 于是干脆将那些阴暗的心思藏起来 配合小英的步调 和她一起探索情侣会做的事情 而小英也是一点也没察觉出来 两人就这么平和的度过了一天又一天 就在小英以为 他们会一直这样 知道在之前约定好的圣诞节画下据点 以外来了 还有三天就是圣诞节 小想知道那天没办法和小英一起过 就提前送了圣诞礼物 然后问她恋爱的感觉如何 小英回答 跟花野景待在一起很舒服 但她不确定自己这种心情是不是恋爱 所以之前问过花野景 如果到了圣诞节还是五百跟她恋爱 他们还能不能做朋友 这明明是最好的选择了 花野景却毫不犹豫的拒绝了 一只一小英现在很苦恼 既没有完全喜欢花野景 又不想失去花野景这个好朋友 于是小想的男朋友小龟突然出现 告诉她这种事情轻易就知道了 小龟也算是过来人了 表示如果是不喜欢的人靠近自己 肯定会下意识拒绝对方的 就像她跟小想交往之前 小想就先抢吻了她巴拉巴拉的 花还没吃完 就被小想一个锁后给物理闭嘴了 小龟和花野景在同一个班 她说花野景在班上非常冷漠 再加上小英看起来那么普通 所以大家都在讨论 她是不是被玩弄了 被笑将一拳砸在脑门上 还好小英本身并不在意 三个人呵呵美美的聊天画面 被花野景看在眼里 明明小英说了今晚不用等她 但那还是坚持在校门口等人了 两人站在一起 果不其然又被人讨论 两个女生甚至当着面说 自己要是小英根本没脸答应啊 花野景立刻放出和闪的眼神 将他们吓跑 然后邀请小英来自己家里 讨论一下圣诞节那天该怎么过 小英就跟着去了 发现花野景家又大又漂亮 不过父母经常不在家 只有奶奶时不时的过来探望大孙子 大概是因为吹冷风太久 花野景看见了点发烧 就让小英先去自己房间等着 房间里的书架上摆满了书 还有一处用帘子遮了起来 小英下意识地想拉开看看 却被花野景握住手 告诉她这里是小英专区 要做好觉悟才能看 好家伙这人果然是个变态吧 小英赶紧抽出手保证不看 孤男寡女拱出浴室 小英本人却没有半点自觉 看得出来是真没把花野景当男朋友了 而花野景也做好了觉悟 要当就当小英的男朋友 其他什么朋友或者好朋友都没有意义 如果到时候小英不同意 她就消失在她面前 好沉重 太沉重了 这份沉重的心情 也让小英下定决心尝试一下小规的方法 就提出希望花野景能亲自己一下 这样说不定她就能确定 到底习不习惯她了 机会在前 花野景当然要把握住 她让小英闭上眼睛 然后凑到她耳边告诉她 不喜欢我就不应该做这件事 说完就把小英压在了身下 小英根本不知道花野景对她的感情有多么沉重 光是简单的触碰就让她心跳加速 更别提小英主动提出的亲吻了 这次她不打算放过小英了 千万别个感情沉重的殷尸男同处一世 更不要主动提出接吻的请求 不然就会像这个妹子一样 眼看对方就要做点什么了 小英现在赶紧伸手去推她 却发现花野景的心跳过于剧烈了 难道每次跟自己一起时 她的心跳都这么快吗 花野景此时已经听进去话了 满脑子都是想把小英据为己有 然而就在两人即将亲身的那一刹那 花野景她她倒下了 其实她一直都发着烧 这会儿总算撑不下去晕了过去 小英摸到她身上好烫 费劲着把人搬到了床上 有些慌乱的去联系了花野景的家人 她感觉更加迷茫了 本来以为爱情跟友情中那种喜欢是一样的 但刚刚花野景那个明显不一样啊 等花野景的奶奶过来之后 小英就筋疲力尽的回家了 被一大波情感冲昏头脑的她 连饭都不想吃了 尤其是一想到 让花野景露出那样的表情 她的这个感觉油然而生 之后的两天 花野景都没有恢复小英的信息 今天就是圣诞节了 明明约好 在圣诞节那天给她答复的 直月前的圣诞节 小英都会跟家人们一起去看 妹妹的花式滑冰发表会 今年是为了花野景特意缺席的 花野景也答应那天一定会好好陪小英 可现在都已经下午四点了 花野景还是没气 小英觉得她可能已经不想再跟自己交往了 那么从明天开始 他们就又是陌生人的关系 小英本来打算就这么在家里握着的 脑海中却突然浮现了好朋友的身影 难道这一次自己什么都没做 就眼睁睁看这一段友谊结束吗 不行 小英刚打算直接给花野景打个电话 妈妈的电话就来了 原来是妹妹的衣服坏了 需要缝纫包 小英就急松松的把缝纫包送了回去 来都来了 反正花野景没过她信息 小英就干脆留在这里看发表会了 结果出去买东西的时候一套手机 看到花野景打了那么多未接来电 小英连忙接通 究竟的花野景问她在哪里 刚说完在滑冰场 一扭头就看到了气喘吁吁的花野景 原来花野景打不通电话 又想起来小英说过 圣诞节会去看妹妹滑冰 就在网上查关键词 滑冰场和圣诞 最终锁定了小英附近这家 她解释自己之前一直在睡觉 睡醒的看到信息 小英的腿一下子软了 知道花野景身体没事 知道她不是故意放自己鸽子 心里那个大石油然落下 一放松 之前紧绷的疲惫感就回来了 看着小英在自己面前露出脆弱的模样 花野景试探着伸出手又输了回去 先正式给小英道了个歉 小英觉得自己也有错 讲了自己个朋友的事情 那时也是因为自己处理不当 而失去了最好的朋友 她很担心和花野景的关系也变成那样 只见了小英怎么让花野景忍心放手 胜得还没结束呢 她单膝下跪 伸手邀请小英和自己约会 小英刚准备牵手 她却率先收了手 毕竟上次未经小英允许就想碰她 花野景不想再让她害怕了 于是这次由小英主动牵手 和家人们打过招呼后 两人并肩走在圣诞氛围浓厚的街上 花野景带小英去了晚上的游乐园 满月的灯光秀让小英砍花了眼 不过这并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条来自世界各国小吃的美食街 两人像不动小情侣约会那样 在游乐园玩了个爽 还互相跟对方买了圣诞礼物 路过滑冰场的时候 花野景看去了小英的心动 主动提出可以进去滑一滑 但小英的妹妹虽然是个画画高手 小英本人却四肢不协调 根本就不会滑 花野景怎么能放过这个 和小英亲密接触的机会 就说自己可以带她一起滑 拉着小英的手耐心教学 总算能稍微前进一下了 结果在边上休息的时候 场地的灯光突然暗了下去 原来还有30分钟就闭圆了 小英就告诉花野景 自己今天过得很快乐 希望下次还能跟她一起出来玩 说着口在意识到 自己还没好好回应人家的感情 就约什么下一次 花野景莫名其妙来的句 就是你这种地方啊 然后邀请小英临走前再来一圈 滑的时候 小英忍不住问她刚刚是什么意思 花野景便告诉她 她喜欢的就是小英的这种地方 不管她做什么 小英都会努力回应她 说着说着就打不住了 全是她眼中小英的优点 尽管那些优点看起来如此普通 但就是这样普通的善良智的小英 让花野景一天比一天更加喜欢了 她又对小英说了句生日快乐 问她今天在她看来 又没有变成特别的一天 小英人都傻了 因为今天真的是她的生日 也是她过得最快乐的生日 一晃神就松开了花野景的手 还好被对方其实抱住 才没有花到 就在这时 有了人的灯光又重新亮了起来 简直恰到好处的打造氛围 这一刻 小英是只属于花野景一个人的工作 生日在圣诞节就意味着 生日不仅仅是生日了 朋友们在那一天 都要陪伴重要的人 而在家里又是妹妹的大日子 所以对于小英来说 也只是一个比平时更开心 更幸福一点的日子而已 但现在花野景告诉她 这是全世界最特别的 专属于她的日子 哪怕小英的心是十块 石头又要被捂热了 她跟随心意紧紧抱住了花野景 这个拥抱或许不只有感谢 因为小英依旧没能给出回应 两人就先默契的 先维持现在的关系了 小英还把她介绍给了朋友们 大家一起去新年参拜 见到花野景的第一眼 小英就觉得 她好像比平时更加耀眼了 双方互相认识后 小龟也来了 自来熟的 打上了花野景的肩膀 结果对方面不改思的问了她一句 你谁 明明是同班同学好不好 新年才卖的人数特别多 为了不走散 小小和小龟 拥有对情侣就自然的牵起了手 然而小英因为害羞 却牵起了柴子的手 她的新年愿望 是身边的人都能幸福 她也能够明白什么是爱情 餐饭完后 打击她肚子都饿了 便决定分开买东西 小龟和花野负责开胃小菜 三个女生负责饮料和甜点 约好在鸟居那里会合 没想到一和小龟单独相处 花野就变了副面孔 质问小龟 建议小英 要不要轻轻看看的人 是不是就是她 狠狠的说了一番狠话 她对于和别人做朋友 根本没兴趣 只想做小英的男朋友 另一边 小英还是被朋友们提醒才是道 自己今天好像有点冷落花野贾了 毕竟一周没见了 花野贾肯定想跟小英单独相处 这时小龟拎着开胃菜跑了过来 解释自己跟花野贾不小心走散了 小英听到后立马跑去找人 刚好看到花野贾在附一位老奶奶 找到人后就安心了 小英正这么回去和小小他们会合 就被花野贾给拽住了 她想再两人独处一下 这么可怜巴巴的警觉 小英根本无法拒绝 两人远离了人群 久违的有了二人世界的时间 圣诞结束后 小英的妹妹就闹脾气 觉得姐姐的心里 男朋友比她更重要 小英不得不把跨年的时间抽出来 陪妹妹一起度过 花野贾忍不住苦笑一声 先是家人又是朋友 想要独赚小英还真是不容易呢 小英又想起了小想说过的话 花野贾忍都只跟小英说话 而不跟他们交流 小英是希望男朋友跟朋友 也能成为朋友 不过看来她不应该勉强对方 正想事情呢 花野贾忍突然伸手 摘起了她头上的一片树叶 把小英吓了一跳 下意识地排斥 让花野贾忍认为 她今天是不是在躲着自己 小英连忙否认 解释自己只是有点害羞而已 花野贾忍反而有点兴奋 这说明小英已经开始 把她当成异性对待了 在争得小英的同意后 她把人须须环抱着 却不触摸对方 就这么安静地冲了会儿电 而小英好不容易下顶 却心想抱上去 花野贾忍却主动退开了 两人回去跟大家会合 小英也仿佛更懂了一些 花野贾忍则试着 融入小英的朋友们 还帮小想挂心悦条 假期结束后 就是新的学期了 小英找了份书店的兼职 因为花野贾忍看起来 很喜欢读书 但小英更靠近对方 上门的第一天 花野贾忍自然要来捧场 书店的前辈一刻呢 小英还是这么个大帅哥 立马眼睛放光 而花野贾忍为了能 多一些时间和小英相处 每次小英有拍班 他都会在书店外等他下班 然后再送他回家 几次后 小英觉得这样太麻烦花野贾忍了 他想说自己一个人回家也没关系 话还没说出口 就意识到不妥 花野贾忍肯定被他想象中的 更珍惜他们在一起的时间 于是改口对花野贾忍说了句 麻烦你了 果然对方看起来开心多了 到家的时候 妈妈和妹妹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人家亲自送女儿回家 妈妈便邀请花野贾忍来家吃顿饭 花野贾忍怎么会放过这个机会 乖乖的坐在小英的房间 等他端查过来 担心还会发生上次的事情 特意提醒小英不要掉以轻心 然后将自己新家人的心愿 递给了他 上面写着 我想看看小时候的你 小英便把相册拿了出来 花野贾忍对着相册知乎可爱 小英却有些不好意思 决定下次也要看花野贾忍的相册 扳回一局 这时花野贾忍翻到了小英的长发照片 感慨的留长发也很好看 以后不再留了吗 勾起了小英一段不太好的回忆 下一次转换了话题 两人直接的气氛也尴尬了起来 小英觉得这样不好 他想认识花野贾忍的同学 却不想谈起自己的事情 这位们也太不公平了 于是主动说出了真实想法 他在书店工作 其实是为了能够了解一点花野贾忍 不再留长发 是因为以前有人恶作剧 剪掉了他的头发 对他恶作剧的人 还是他关系很好的朋友 小英说是自己先伤害了对方的感受 所以对方这么做也算是扯平了 之后两人分道扬镳再也没有联系 看到小英有些难过 花野贾便讲起了自己小时候的事情 他小学时候个性很阴沉 是个无法跟陌生人说话的单小鬼 转据后在新的学校也交不到朋友 两人都说了自己小时候的事情 距离也不知不觉拉近了一些 花野贾很感谢小英 能那么努力想理解自己 自从和小英在一起 他总是经历很多的一次 小英何尝又不是这样呢 下意识的就想摸摸花野贾的头 气氛一下暧昧了起来 结果妈妈突然敲门喊他们吃饭 吃完饭后 小英送花野贾回去 忍不住心里在想 他下次什么时候还要充电呢 来看一下四月份 最恋爱脑丁弓又整什么活了 小英打工的书店前辈 砍上了花野贾 非得了花野贾做朋友 不知道该怎么拒绝的小英 只好将这件事告诉了朋友们 朋友们肯定觉得 这个前辈不怀好意 但小英想着 他跟花野贾还没有正式交往 而且跟花野贾平时 也没有朋友的样子 说不定真的需要交朋友呢 所以在吃饭的时候 他就试探的问了花野贾这个问题 花野贾表示 他根本就不想交朋友 这种事 根本就是浪费时间和感情 他只想好好珍惜 真正重要的人 而重要的人 只有一个就够了 小英知道了花野贾的想法 可是又不知道 该怎么回复前辈 只能又把这件事 告诉给了姐姐 年纪大的人 果然还是靠谱的 直接告诉小英 这件事不可能两千七美 更何况 他不可能这辈子 都避免伤害他人 只能在心中决定 谁对他最重要 小英瞬间不迷茫了 但是 我误了 决定第二天上班 就跟前辈好好说清楚 一直于中午吃饭的时候 都心不在焉 不过今天学习的天台门 却然没关 小青旅就开甘心心 上了天台 忽然一阵风吹过来 居然把门给关上了 花野贾晃了晃锁后 告诉小英门锁上了 这时上课铃声响了 小英只能跟两个好朋友求救 天台上风比较大 小英动得瑟瑟发抖 花野贾怎么可能放弃 这个更老不贴贴的机会 两个人就紧爱着靠墙坐下 花野锦安慰小英不用自责 然后趁这个机会问他 这几天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连胃口都变小了 看小英有些为难的样子 联盟表示说 不想说的话就不用说了 花野锦对小英的关心 都快溢出来了 这让小英的罪恶感更加浓重 让一个这么在乎自己的人 感到不完真的好吗 最终 他也是鼓起勇去说了 那位前辈的事情 花野锦一听就这 下次我去拒绝他就好了 这样就不用小英为难了 原来这件事 是这么容易就能解决的吗 这时花野锦打了个喷嚏 小英为了让他更暖和 就更加贴近了他 花野锦说你可别贴了 再贴就出事了 没想到小英让他趁这个机会 放下那个不碰他的约定 这花野锦哪能忍得住 紧紧抱住小英的腰 从他耳边问他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再也没办法放开你了 眼看两个人马上就要亲上去 下一秒 小想个拆一拆就破码入 小英我们来救你了 不过这个门压根没锁上 花野锦面露尴尬 解释自己只是想跟小英 过会二人世界 晚上小英鼓起勇气 拒绝了前辈的请求 并且告诉了他 正在和花野锦交往的事情 学姐一点没放的欣赏 反而能为小英 谈到这样的大帅哥而高兴 意识到小英可能误会 自己喜欢花野锦了 赶紧解释 他想和花野锦交朋友 只是因为花野锦 看起来很像自己推的偶像而已 说着拿出了偶像的照片 不得不说还真挺像的 前辈没有产生界跌 小英也算彻底放心了 同时开始思考起来 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上了花野锦 可他也很喜欢小想和柴柴 这两种喜欢有什么区别吗 恋爱带时小想发话 每个人的恋爱方式都不一样 如果你觉得那是恋爱 那他就是啊 说着给小英挑了一件可爱的衣服 让他明天约会的时候穿 第二天 小英姗姗来迟 其实自己前天晚上 花了很多时间在研究 不小心睡过头了 花野锦连连表示没关系 我也因为太过兴奋 两天没睡了 哥们倒也不必 按照计划 这次是由小英来主导 他主动向花野锦伸出手 第一项是去看电影 小英一边拉着花野锦 前往电影院 一边温习昨天晚上做的计划 结果花野锦突然站住 认真夸小英今天特别可爱 也不枉费小英研究了这么久 两人去看的电影 是花野锦看的那本书改编的 但是电影里有比较血型的情节 小英闭着眼睛不敢看 以至于电影集收获的讨论环节 都无法进行 花野锦就提出先去吃饭 然而小英计划中 一家餐厅居然临时休夜 花野锦倒没主的 多跑了一趟安慰小英 第一次总有不顺利的地方 很正常 小英能够为他尽心尽力 准备一切就让他很幸福了 刚好两人路过一家 小英之前想去吃的店 就干脆进去点了拉面 这一家店也非常不错 接着两人去逛了商城和书店 然后还互相给对方买了纪念品 明明没有商量 却买了一模一样的小包子挂件 回处的路上 小英越想越觉得 自己经历好像没出什么力 不过花野锦觉得开心就够了 与其死守着原本的计划 还不如找到可以一起开心做的事 约会还真好玩 这句话深深口动了花野锦的内心 毕竟他以前可是被其他女孩子评价 跟他约会很可怕的 回处的路上 两人还路过了他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 花野锦也是今天才得知 那天小英也在那家咖啡厅 怪不得他会把伞借给自己 那时候花野锦的心情非常低落 正一如此 在当时为他撑伞的小英 却好像是他的英雄一样 自从那天遇到小英之后 他一直都过得很幸福 甚至幸福到让人害怕 结果花野锦刚落 一颗足球飞过来 花野锦立刻呼救小英 自己被砸晕了过去 再次睁开眼睛就躺在小英的大腿上 虽然已经清醒了 但是一点也不想起来呢 小英就往下继续躺着 看思想无人还温柔的摸了摸他的头 不过他希望花野锦以后 不要再这么乱来了 不用那么牺牲自己的 花野锦就说 就算他很聪明还擅长运动 大家最后也还是选择了其他人 所以他能给的就只剩下自己了 小英不想看到花野锦 如此贬低自己 告诉他 一定有个人不需要他做到这个地步 他也会选择他的 他就喜欢花野锦不完美的样子 就算他没有那么牺牲自我 他也最喜欢花野锦同学了 小英不知道自己的感情有没有传达出去 而花野锦已经再次睡了过去 他知不知道 比起那样寂寞的表情 他更想看到花野锦幸福的微笑 这种感情就是恋爱嘛 确认了自己的心意之后 小英再看得花野锦就不像以前那么自然了 原本一大早打算就得告白的 可是出于紧张怎么都说不出话 就这么一整天过去了 那句话还是没说出口 晚上店长给大家介绍了新的同事 往往没想到还是小英的熟人 巴韦也认出了小英 他们俩是小学同学 这是小学毕业后第一次见面 然而小英却没有那种旧有重逢的激动心情 下班后两人一起乘电梯 巴韦聊起来快毕业那段时间的事 说小英那时候好像有点奇怪 正想问他是怎么了 小英就立刻跑去了电梯 巴韦下意识追上去 却被让男朋友给拦住 得知这个男人是小英的男朋友 巴韦立刻撒手 赶紧解释 自己只是小英的小学同学而已 然后就回首告别 华夜景却产生了危机感 从那天之后更加黏着小英了 也坦证告诉小英 自己的确有点在意巴韦的存在 担心他会对小英做点什么事情 小英连忙表示 那家伙其实是个好人 小学的时候 他们班所有女生都喜欢巴韦 自己的朋友也是 华夜景的危机感顿时窜身 问小英喜不喜欢 小英赶紧否认 这个巴韦之间什么都没有 各自单薄的话语 并不能安慰华夜景 之后他来店里的次数越来越频繁 频繁到小英都忍不住开口提醒了 华夜景还以为是自己影响了小英的工作 道了个歉就离开了 巴韦有些感慨 为什么人只要一谈起恋爱 就无法控制自己呢 这句话又勾起了小英痛苦的回忆 当时她的头发被好朋友亲手剪掉 就是因为班上有传言说 她也喜欢巴韦 好朋友就来找她对质 虽然当时小英否认了 好朋友也露出了笑容 然而事情还是发展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 好朋友斥责小英是个骗子 然后将手摸上了她的头发 从梦中惊醒后 小英总算明白自己始终无法对华夜景 说出喜欢她了 她果然还是很害怕 害怕强烈的感情会改变一个人 第二天放学后 华夜景带着小英去河边坐了坐 两人之间的氛围仿佛又恢复了正常 华夜景向小英道歉 并保证自己以后不会再粘着她了 但她越是这样 小英就越是自责 明明根本就不是华夜景的错 她也不希望华夜景一直为了自己而拉低底线 不想看到她用笑容掩盖心事 知道事情无法挽回 她想知道华夜景真正的感受 华夜景也只能坦诚 她的确很患得患失 担心出现了比自己更值得小英在一起的人 那到时候 她是不是又会变成被抛弃的那个呢 这样脆弱的华夜景 让小英终于生起了一股勇气 直接把华夜景推倒在树上 然后紧紧抱住了她 把心里话一股脑全是说了出来 其实在圣诞节的时候她就想过 如果要谈恋爱的话 真希望那个人是华夜景同学 所以华夜景根本不用担心会有其他人 听到这句话 华夜景终于回报住了小英 她果然全世界最喜欢小英了 两个人都用尽全力的抱着对方 就好像对方就是自己的全世界一样 之后两人表面上恢复了常态 可小英知道 华夜景肯定还在在意这八位 于是她决定采取一些行动 刚好快到情人节了 小英就邀请华夜景那天出去约会 在情人节那样浓郁的氛围中 她肯定能说出喜欢华夜景的话 那么接下来就要开始准备巧克力了 前辈看到后 告诉她楼上正在举办情人节活动 叫上八位就一起去了 八位注意到小英在刻意跟自己拉开距离 也没有抽穿 商场里有很多巧克力 前辈评价八位一看去了一种很受欢迎的类型 小英也忍不住插话 说八位小叙的时候 送巧克力的都排起长队了 那时他们有节课的课堂作业 是跟三个朋友交换卡片 小英本来想去找八位的 一干排了那么长的队 就把卡片给了其他人 看见两人和和美美 怀念小叙的事情 前辈就打趣的问他们 以前是不是关系很好 结果两人说出了不同的答案 八位说没错 小英说并没有哦 这下可太尴尬了 玩儿回去后 小英本打算自己做的 看她从来没做过 而且就算做的难吃 华夜景肯定会称赞 所以小英还是选择了买的巧克力 第二天 华是激动的亲情 提前一小时就到了约好的地方 结果华夜景发短信说 自己可能会迟到 小英就打电话过去问怎么回事 华夜景居然直接取笑了约会 让小英回家等着自己 等她处理好了就联系她 但是出于担心 小英还是去了华夜景家 然后就看到了浑身狼狈的华夜景 原来华夜景也打算给小英 做手工巧克力 而且一大糟就开始准备了 最后就把厨房弄得一团糟 还一个成品都没弄出来 虽然华夜景看起来如此狼狈 可她一心为了小英的心情 还是让小英大为感动 主动表示 他们两个可以一起做 而是她做的时候还能看到和平时不一样的华夜景 这也让小英有些惊喜 她就喜欢华夜景这么真实的样子 而那句喜欢也情不自禁说出了口 回过身后两个人都羞红了脸 之后两人一起努力做了巧克力蛋糕 在等待蛋糕考制的时候 小英鼓起勇气 说出了自己个八卫的事情 其实就在小区的时候 他们学校有奇怪的留言 说小英喜欢自己的朋友 喜欢的男生 尽管当时小英就否认了 却因为没能好好替自己解释 最后深深伤了朋友的心 华夜景一下子都听懂了 肯定是那个剪在她头发的朋友吧 小英承认了 那个时候她就觉得 谈恋竟然让一个人改变这么多 一想到这个她就害怕 如果当初她能理解 喜欢一个人的感受 是不是结局就不同了 想跟华夜景交往 想了解恋爱是什么 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华夜景却只觉得小英温柔 以及她一定很喜欢那个朋友 听了这句话的小英 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华夜景也告诉小英 在和她交往之前 自己是个只要饿不死就好的人 但小英教过了她 食物可以很好吃 如果爱有能力让人变坏 也一定有能力让人变好 很快蛋糕也烤出来了 果然被添加了爱情蜜药的情人节蛋糕 就是这么美味 这个情人节 她们都很快乐 来看一下恋爱脑 巅工又整什么活了 小英想华夜景吐露了 自己小学是因为谣言凿失霸凌的事 然后将自己早已准备好的 情人节礼物送给她 并且用害羞 有独定的语气告诉她 自己是真的喜欢上华夜景同学了 华夜景高兴的都说不出话了 一再向小英确定 你说的这个喜欢 是恋爱那种喜欢吗 小英毫不犹豫给出肯定回答 但下一秒就被华夜景沉重的爱给压制了 华夜景直接表示 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只要有你在我身边 其他人我都无所谓 连家人和朋友都不需要 而她想要的是小英只属于她一个人 将自己真实的内心弹露出来 华夜景心中充满了不安 却再次问小英 即使是这样 你还是愿意跟我谈恋爱吗 小英人都傻了 门外突然传来的声音解救了她 紧接着华夜景的奶奶推门而入 依康的大孙子居然带小女孩回家 脸色大变 还问小英你们没做什么奇怪的事吧 小英赶紧否认 解释他们只是一起做巧克力而已 说完后就紧张的打招呼离开了 华夜景立刻追上来送她去车上 这时跑过来两个助攻熊孩子 华夜景也趁机握住了小英的手 但在分别之前 她就主动提出 之后一段时间不要再联络了 因为她希望小英能好好想一想 等她确定心意后 他们再继续走下去 回去的路上 小英一直在想华夜景说的那些话 华夜景希望做的一切都属于她 给这种事情 怎么想小英都办不到吧 从第二天开始 华夜景果然信守约定 再也没来缠着小英了 甚至连短信都不发了 偶尔路过华夜景教室门口的时候 对方也是很快移开了眼神 他们就好像从来都不认识那样 就连小小和茶叶者都查诀到了不对劲 小英并没有过多解释 没请到晚上在超市里 偶遇了华夜景的奶奶 她再一次为上次的事情道歉 其实奶奶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 那时候不应该用那么重的 一句质问小英的 一时在她走了之后 奶奶这才想起来 这就是去年给自己打电话的孩子 之后心里就一直过意不去 趁这个机会 刚好可以约小英去咖啡厅聊一聊 小英就说了一下 这段时间跟华夜景发生的事情 听到自家大孙子也交上了好朋友 奶奶甚感欣慰 告诉了小英关于那孩子父母的事情 原来华夜景的父母 并不是真的在海外工作 而是在穷苦的国家当志愿者 帮助那些没能取得医疗照顾的孩子 四处奔波 结果光顾着照顾别人家孩子了 自己的亲生孩子却被忽略 这也造成了华夜景极端的性格 从高一开始就要求自己住 可最近在某个人的影响下 她居然开始向奶奶请教如何做饭了 做饭的时候 奶奶手不小就被烫伤 尽管她说没关系 华夜景还是拉着她去医院包扎了一下 这样小英意识到 华夜景说出那样的话 或许只是还没发现 家人对她有多么重要 当天晚上 犹豫了许久 还是给华夜景发了条消息 本来想说一下自己的发现 最后就只发出一句话 华夜景同学 我好想你 发完就直接躺团睡了起来 直到半夜 接到了华夜景的电话 原来收到信息的华夜景 一个冲动就跑到了小英家楼下 毕竟这些天 她也饱受思念之苦 小英立刻穿上衣服跑了下去 两个人在街上紧紧相拥 刚爆完 华夜景就立刻推开小英 都这时候了 还记得那个约定呢 接下来两人坦诚相待 尽管这几天 两人没有连在一起 可是却让小英更加确定 自己是喜欢华夜景的 哪怕她没有办法认同 华夜景的所有价值观 也不确定 自己能不能成为 她理想中的女朋友 但是想法不一样 就不能在一起了嘛 明明上次 他们一起做巧克力蛋糕的时候 是那么幸福 所以小英觉得 他们这时还需要时间磨合 只要跟彼此在一起 就不用担心那些阻碍 说完后 小英笑着华夜景 像我这样的人 也可以成为华夜景同学的女朋友嘛 听到这句话 恋爱挠得感动哭了 她握揍小英的时候 贴在自己的脸颊上 对小英说 我果然最喜欢你了 然后扶下身子 小英立刻闭上眼睛 等待一个亲亲 然而华夜景却只清在了她的额头 接着两人尸指相扣 他们终于在这一天 正式成为了真正的男女朋友 在华夜景小的时候 这天她一个人坐在长椅上看书 被一个老爷爷搭讪 老爷爷似乎是她的忘年交 问她今天怎么看起来又那么阴沉 华夜景跟对方倾诉 她的爸爸妈妈 明明说好了下星期要回来日本 现在却又说不回来了 肯定是觉得她的事情 怎么样的无所谓 爷爷就安慰她 不必一直等着爸爸妈妈回来看她 自己却找点喜欢做的事情 她只需要找到一个 比谁走来的更重要的人就好了 而这个人就是她的命顶之人 比如这个老爷子的命顶之人 就是她的妻子 老爷爷揉了揉华夜景的头 告诉她 你的人生才刚开始呢 现在华夜景也的确找到了她的命顶之人 过上了最幸福的生活 小英也迫不及待 跟两个好朋友分享了自己和华夜景的进度 而且华夜景也去了那家书店打工 说是想每天能有更多时间和她待在一起 一开始小英也很担心 华夜景跟别人相处不好 过不其然 一开门就撞见前辈 正在请求给华夜景拍张照片 华夜景毫不犹豫地拒绝 看到小英后立刻变了张脸 主管注意到了后 凯文慧特地把华夜景留了下来 知道她跟小英是情侣 提醒她工作的时候 尽量不要表现得太明显 于是之后 华夜景在上班期间 都不怎么跟小英搭话 但她又不想看小英跟巴韦聊到火热 就故意打断她们的对话 让巴韦过来干活 换衣服的时候 巴韦热情地跟华夜景打招呼 华夜景理都不理 巴韦就解释 自己跟小英只是普通朋友而已 她知道华夜景不喜欢自己 不过现在既然已经变成同事了 那就好好相处吧 结果华夜景却抓住了重点 你凭什么还我女朋友英子 虽然你们俩以前是朋友 但现在已经没有亲密到可以成为朋友了 不要缠着小英不放 都把巴韦整无语了 晚上下班回去路上 小英觉得自己有必要跟华夜景 聊一聊未来方针 就拉着她去了咖啡厅 她希望华夜景能告诉自己 具体不想让她去做哪些事情 她会逐情考虑到底要不要做的 华夜景却更关心小英的想法 毕竟她唯一不想的 就是不想让小英离开自己 为此只能更加努力的工作 刚好这天店里来了个大单子 又在关店前把这些全部包装好 小英八位和前辈 他们三人之间都练习过包装 可以趁着上班闲一下就开始帮 没想到华夜景也来帮忙了 而且是直接上手 听到主管问起来 小英赶紧给男朋友说好话 说华夜景肯定是看他们平时包裹 所以回家练习了 主管就拿了罐咖啡去考华夜景 她有些不理解 打工而已需要这么努力吗 华夜景表示 其他人怎么样都无所谓 但她不想坏了小英的名声 因为感觉主管并不是很注意她 主管这才知道 自己那天说的话有奇异 其实她并不是想让华夜景 跟小英保持距离的意思 只是跟熟客在一起工作 感觉怪怪的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原来早在很久之前 主管就注意到了华夜景 下班后 华夜景跟小英讲了这件事 说着说着就有点难为情 小英看到这样的华夜景 也感觉很稀奇 看来她也正在逐渐融入这个世界 不得不说 这都多亏了小英 以至于公交车来了 华夜景都拉着她的手 不想让她上去 小英只能留下来 继续跟男朋友亲亲我我 而华夜景为了能尽快跟小英接吻 是不是就要来这么一下 想让小英快点习惯 这样等到真正接吻的时候 小英也会和她一样开心 晚上 小英接到小想的电话 小想马上就要第一次去小贵家里了 但是小贵家里有一只 超大的黄金猎犬 而小想最怕狗了 小英知道巴韦家里养狗 就去请教她 有没有什么跟狗狗相处的经验 巴韦想来想去 居然邀请他们一起来自己家玩狗 小英肯定是要陪小想一起去的 为了不引起误会 虽然要拉上花夜景 以至于路上 一直担心花夜景会感到不舒服 到了巴韦家里 小英他们终于见到了 那只名叫银子的狗 这只狗的眉毛 简直跟小英长得一模一样 巴韦就和小想顺势了解了小英 他们俩一个是小英的小学同学 一个是小英的初中同学 连人都对小英的评价很高 花夜景掺不进话题 就提醒他们 今天不是过来看狗的吗 巴韦就把狗给叫了过来 小英先给小想做了个示范 试探地摸了摸小狗的头 看狗那么乖 小想也颤颤巍巍伸出了手 努力给自己催眠 真是小英 把狗头看成小英的头之后 还真就不怕了 狗狗也非常配合地被他摸摸头 巴韦又让花夜景也来试一下 花夜景拒绝后 干脆直接把狗放在腿上 花夜景幻视起了小英 最终还是忍不住上手摸了起来 接着他们一起出门遛狗 小想感觉自己已经克服了对狗的恐惧 两个女生走在前面 巴韦和花夜景走在后面 巴韦其实一直很在意 自己究竟做了什么 让小英这样老好人如此讨厌自己 问花夜景知不知道 可惜花夜景知道也不会告诉他 而是看着走在前面的两个人心情复杂 玩儿回之的路上 坦诚告诉小英自己很嫉妒小想 毕竟他有小英这样 能为他这么拼命的朋友 小英解释 其实自己受到小想的照顾更多 刚上国中的时候 他因为小去的事个性很阴沉 是小想主动跑过来和他做朋友 而小想好像每天都很开心的样子 慢慢的小英也被他带动起来 很佩服小想那种 全心全意爱着一个人的方式 如果不是因为小想 他自己可能都不会想到要谈恋爱 所以这次他很高兴能帮到小想 听完小英的这些话 花夜景心情更复杂了 这怎么应啊 在小英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陪子在身边的人是小想啊 另一边 巴伟在其人离开后 拿出了小学的毕业相册回忆往昔 竟然在上面看到了花夜景的照片 与此同时 花夜景也将同样一本相册 放进了被遮住的书柜 这种战有余暴奔的天公到底是谁在喜欢 春假马上就要结束了 花夜景和小英赫目的天天都腻在一起 两个人还一起去吃了樱花口味的甜点 而且下周就是花夜景的生日了 两人打算趁那天去赏阴 花夜景立刻掏出手机寻找赏阴的好具处 发现附近还真有个好地方 小英表示自己也会尝试一下准备便当 两个人都很期待哪天的到来 果然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 先是花夜景接到了奶奶打来的电话 告诉她 她的父母在这个春天依旧不会回来 明知道是自己儿子的生日 却只愿意把关爱给别的孩子 所以奶奶就让大孙子 哪天到自己家来 给她做一顿美餐 花夜景表示不需要 因为她要和女朋友一起过生日 奶奶只好提醒她 不要因为是生日就太过肆意妄为 花夜景无语的挂断了电话 就看到了小英发来的信息 说很期待生日那天 其实小英期待的不只是赏英 还有一个水到驱城的亲吻 上一次花夜景还没亲就停了 说希望在真正亲吻的时候 小英能和她一样开心 现在小英已经开始忍不住幻想起来了 从来没有体会过亲吻 是什么感受的她 选择向姐姐请教 姐姐人都麻了 我恋爱都没谈过 你天天找我请教这种事情 不过她的理论经验还是很丰富的 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总会想要拥抱和触碰对方 亲吻大概就是那种事情的延伸版 小英似懂非懂的从姐姐房间出来 结果遇到了妈妈 妈妈提醒她 爷爷的法师要办在6号 而花夜景的生日也是在6号 晚晚没想到 居然撞在了同一天 爷爷的法师当然不能缺席 小英只能给花夜景打电话解释 尽管心中非常不舍 可她实在是没办法 于是花夜景安慰她 没有关系 只要小英愿意庆祝她的生日 不管何时何地 她都会很高兴 亲生的事情改天再说也没事 妈妈感受到了小英的烦恼 表示其实小英不去也没什么关系 毕竟她跟爷爷也没见过几次面 但小英觉得那样不好 还是决定要去了 并且在心中安慰自己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到了6号这一天 花夜景一大早就收到了小英发来的信息 因为无法和女朋友约会 她只能在家里无所事事的做家务 等到把该干的活都干完了 还是决定先去约好赏银的地方猜猜点 说不定明年可以一起去呢 今天来赏银的人果然很多 只有花夜景自己心单影之 另一边 小英也在前程的悼念爷爷 终于法师结束了 小英竟然还想着 如果能在太阳落山前离开 今天应该还能跟花夜景见上面 就去问妈妈 然而妈妈说 接下来还会饭店一起吃晚餐 小英如遭雷击 晚上才能回家了 姐姐注意到她一直心神不宁 就问怎么回事 小英只好将男朋友今天过生日的事情 喝盘堕住 关键时刻 还得是姐姐靠谱 大手一挥 你先回去 大人里边的事情我来解决 反正所有的晚餐也只是大人聊天 根本没小孩子的事情 姐姐是觉得 自从小英谈了男朋友之后 就变得很有朝气 虽然自己个小妹妹都很自我 可他们也想看到小英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小英想到了自己生日那天 花夜景带给她难忘的回忆 所以她也想把这样的幸福带给花夜景 就这样 心怀感激的接受了姐姐的好意 立马就往家里跑去 脑海中还得盘旋着花夜景说过的话 无论如何 必须是今天才行 不想让你知道 今天是全世界最特别的日子 一进地铁站 小英借给花夜景打去了电话 然而那边就无人接听 因为花夜景刚好接到了小龟打来的电话 小龟忙着写春假作业 就不会的 就想请教一下花夜景这个大学吧 又从女朋友那里 听说了今天是花夜景的生日 自来熟的祝对方生日快乐 得知花夜景过生日 居然没有女朋友陪 小龟心生怜悯 同时觉得不可思议 花夜景这家伙明明占有欲这么强 没闲到在某些方面 却意外的很温柔 花夜景不想听她废话 直接把电话给挂了 看到了不远处一家三口 正在看舞蝴蝶 她小时候就没这样的待遇 自从那次送父母上飞机 她好像很少见到父母了 每年春天自己快生日的时候 都会满怀期待的打开信箱 但信封里装的永远是 父母和其他孩子的照片 照片上的父母一脸温柔 孩子们也都开心的笑着 怀醒的内心却愈发的阴暗 甚至开始将照片全部减碎 从那之后 她就一直在找 能够把自己看得比亲朋好友还重要 只把她放在第一位的人 所以每一次恋爱 她都付尽一切心理 可不管怎么向对方表露爱意 依旧没有人把她放在第一位 在遇到小英以前 她觉得如果不是第一位就没有意义了 但是遇到小英之后 似乎有那么几个瞬间 她暂时忘记了第一位这种事情 只是看着小英的笑脸 就觉得自己的付出有回报 她既想看到小英的笑脸 又想让她属于自己一个人 分杂的心绪乱成一团 花野景不知该如何是好 这时才看到小英发列的消息 问她在哪 此时小英已经来到了花野景家门口 发现家里没人 偏偏花野景又回信息说自己在家 小英哭笑不得 想起以前总是花野景 为了她而四处奔波 这次就换她来吧 这时樱花的花瓣被风吹来 小英似乎知道花野景她哪里了 让花野景在原地等着自己 她马上就过去 于是花野景就这么傻愣愣地站着 突然听到暗上传来小英的声音 然后就看到心心念念的少女 不顾一切朝自己奔来 被她还着腰双双跌倒在地 花野景人都傻了 差点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挥过上来 赶紧为小英有没有伤到哪里 还有法师那边怎么样了 小英告诉她自己悄悄跑出来了 因为她觉得必须是今天 必须要亲口对花野景说出那句生日快乐 一直以来 花野景带给她这么多幸福 小英怎么能不有所回报呢 被幸福冲击着的花野景 将小英紧紧抱在怀里 她真的好喜欢小英 想让小英把她放在第一位 但就算没有放在第一位 也没有关系 只要她们能一直在一起就好了 最后两人双双躺在柔软的草坪上 看着夕阳下的樱花 也必有一番风趣 小英心里知道 虽然花野景装的若无其事的样子 其实是在忍耐 她坦诚告诉对方 就算自己也没有办法 时时刻刻留在她身边 但只要她有需要 无论如何自己都会过来 所以不要有所顾虑 有需要的时候就打给我吧 说完就露出了甜美的笑容 花野景忍不住在心里问自己 我今后能好好守住 这个女孩的笑容吗 像我这样的人 真的能跟小英在一起吗 很快她就安慰自己 没关系 我已经不是那个无能的我了 同时她的脑海中 出现了一幅画面 原来小英当初 被好闺蜜剪头发的时候 花野景就站在教室门口 随着春假的结束 小英她们也升上了高二 不过小英和花野景 依旧不在同一个班 好在体育课能一起上 小小也被分到了花野景和小桂特门班 小英就只跟柴柴一个班了 因为两人已经交往了一段时间 花野景又有了新的在意点 小英都直接管闺蜜男友叫名字了 为什么还只叫她的姓 结果刚说完 上课零声就响了 这件事只能不了了之 但其实还是被小英给听到了 回到小时候 花野景忍不住问小小 是什么时候开始用名字 称呼她男朋友的 小小回答应该是 认识没多久就开始了 花野景回不当初 早知道当时应该早点提这一茬 现在小英已经习惯喊她的庆了 一时半会儿也不好改 新学期第一天结束后 小英和花野景一起放学回家 没想到刚升上高一的小学妹们 瞬间就盯上了花野景这个大帅哥学长 隔天小英又收到一条恶号 想为了更快融入新班级 要和别人一起吃午餐了 小英今天原本要和花野景 一起过二人世界 可这样就只剩下柴柴一个人了 刚好花野景拎着饭来到班里找她 没空顾及搬离女生的惊货 小英将两人拉到外面 说了一下陷阱的情况 然后露出了一副为难的样子 究竟要选择好朋友还是好男友 结果花野景居然主动提出 柴柴可以和他们一起吃 小英听到都愣了 不过既然花野景能接受的话 那就皆大欢喜了 到了原本水小情侣的楼梯间后 小英发现忘拿饮料 赶紧跑过教室 留下花野景和柴柴两人 柴柴为自己破坏他们的二人石光而道歉 花野景表示没关系 其实柴柴是觉得一个人吃饭也没啥 还挺放松的 花野景不跟小英一起吃饭的时候 也是自己一个人随便找个地方吃 但是跟小英一起吃饭更有趣 这点柴柴表示赞同 说着小英就回来了 吃饭时一脸幸福的小英果然很有趣 午饭结束后 花野景让柴柴先回去 等她一走 就迫不及待把小英拦在了怀里 毕竟今后一段时间都不能粘在一起了 趁这会儿冲个电线 小英窝在花野景怀里不敢动她 然后关心了一下男朋友的心情 要是以前的花野景肯定不高兴了 不过现在花野景已经明白 小英是真的在乎她 所以可以把自己的感受先放在一边 两个人一直搂着根本舍不得分开 等回去后 小英又关心了一下柴柴的心情 柴柴今天还是第一次跟花野景说那么多话 感觉挺有趣的 看到花野景和小英发展稳定 她也很欣慰 小英同样很欣慰 因为她发现花野景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 或许今后她也能普通的交朋友了 然而两周后 小想发现怎么也融入不了新班级的女生群体 最终决定放弃 还是回到小英和柴柴身边 三人又能一起吃饭了 这样的话就又回到原来了 放弃后 小英跟花野景说了几件事 然后问她之后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吃饭 因为不想看得花野景没有自己陪伴时 总是孤身一人 当然约好两人单独吃饭的日子还是不便 说的是其他日子 花野景当然愿意每天跟小英一起吃饭 但她比较介意小英的朋友们介不介意 那自然是不介意的 其实小英也不知道花野景到底跟他们能不能处得来 可她希望大家一起共度愉快时光 小英的话深深打动了花野景 她下意识点头同意 今后就要开始彻底融入小英的团体了 小鬼作为小请的男朋友 当然也是一起加入 大级的午餐都丰富了不少 今天小英的便当是自己做的 小英解释 自己在为萨生同学准备便当 小想让他们迷茫了 萨生是哪一个 只有花野景直接愣着 而且脸瞬间没得通红 没错 萨生正是她的名字 这么一搞 小英也羞耻地捂住了脸 为什么大家不能顺其自然地含糊过去 小英小时候跟巴伟的关系还是不错的 那天巴伟因为家里的狗狗要做手术 一个人蹲在墙后偷哭 结果被小英撞见了 又有其他人过来找巴伟 小英猜测 巴伟不想别人看见自己这副模样 就帮忙把人支走了 然后跟巴伟打了声招呼就要走 让她一个人继续哭 巴伟却扯住了她的袖子 两人就这么成为了好朋友 巴伟觉得和小英在一起很幸福 本以为会这么一直幸福下去 但是快小学毕业的时候 小英突然不理她了 巴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即便如此 再次遇到小英她还是很开心 却没想到具意外从毕业相册上发现 小英的男朋友和他们读同一所小学 可她却一点印象都没有 不知道这是咋回事的巴伟 收拾好东一去打工 结果居然撞见了有妹子一个花野景告白 花野景自然是毫不留情的拒绝 还发现了偷偷看着的巴伟 两个人就一起去了书店 巴伟问花野景是不是经常被女生告白 这样的话 小英一定过得很辛苦吧 然后装作随口提起 你跟小英不是小学时候就认识了吗 但是看小英的样子 应该是不记得的 毕竟花野景是六年级才转到他们学校 花野景回答 没人记得的事情就没必要刻意去提 她也不是很喜欢当年的自己 巴伟就觉得 这种事情还是早点说出来比较好 花野景表示 你想说就尽管去说 巴伟当然不是那种多嘴的人 她只是很好奇 当晚就打电话问了以前的同学 反而从别人口中得知 当时大家都以为 她跟小英关系很亲密的事情 巴伟有些委屈 毕竟前不久 小英才说过他们那时关系一般 现在也没遇到好朋友的范畴 巴伟便忍不住有些纠结 隔天她跟小英再一个班 小英过来的时候 看到巴伟居然在哭 原来是看狗狗绘本看哭了 这时巴伟的女同学来找她 直接复刻当年的情景 小英照常为了不让巴伟尴尬提大党人 还说自己是巴伟的头目大忌 听到这话的巴伟顿时升起了一股勇气 主动起身挡在小英前面 告诉同学 自己现在在上班 让她不要打扰他们 说完就去休息时敷眼睛 还不小心又管小英叫银子了 小英现在也不是很介意 毕竟她自己面对花野景时 改称会都那么难了 不应该强求巴伟 把话聊开之后 两人的心情都轻松了一些 就像回到了小区的时候 巴伟也感觉心里轻飘飘的 原来能和小英做朋友 一起开心的大笑是如此的幸福 于是她问出了 这么多年的不解的问题 小英究竟是喜欢她 还是讨厌她 小英想了一下 居然用出了尊敬这个词 她很尊敬巴伟 接着巴伟又提起了 小英之前说过的 想回报她 请她来她家的事情 巴伟希望今后 能跟小英再多聊聊天 所以下次大家一起去玩吧 华野景这个巅宫和小英交往后 变化真是越来越大了 现在都能同意和其他人一起 出来玩了 小庆侣和巴伟 以及书镇的前辈 一起来到了保龄球馆 小英还是第一次玩这个 才击中三个球兵 就开心的跑过去 跟华野景击掌 当然巴伟和前辈也有份 居住后 四人又来到了餐厅 前辈说 这还是自己离开老家后 第一次玩的这么开心 因为她大学没交到什么好朋友 所以很感谢小英能邀请她 赛场唯一不开心的 就只有华野景 下午的时候 他们又去了游戏厅 前辈叫着小英一起打鼓 巴伟觉得无聊 就叫华野景也想玩的什么 主要是有事情 想跟她单独聊聊 两人便去打乒乓球了 没想到巴伟还下起了赌注 如果她赢了 华野景就要去跟小英 坦白自己的过去 华野景不明白 既然如此 她为什么不自己去说呢 巴伟就诧于她 没有人会想从别人那里 听到自己喜欢的人重要的事情 而这句话 成功说不华野景拿起了球牌 而这的赌注是 如果她赢了 巴伟就不能再介入她和小英之间 两个人之间风起运勇 小英和前辈一无所知 只是听到游戏厅 有人说那边有两个帅哥子打乒乓球 他们便好奇的过去看 而华野景和巴伟 两人打的有来有往 突然 华野景因为巴伟 喊了小英英子而破防 一个爆口拿下一分 现在比分已经是10比8 巴伟便故意诛心 表示是小英说 可以按照自己的步调来 毕竟改正乎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这句话也让华野景成功分神试了一球 现在轮到华野景发球了 这时小英跑过来了 就喊了他们的名字 巴伟下意识回到旺局 结果华野景真的不注意发球 就成功赢下比赛 在和巴伟擦肩而过的时候 还警告了她一句 我唯独不想从你这里听到 不想看她受伤这种话 不愉快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大一会前辈要回到店里继续打工 华野景和小英走了另一个方向 小英很想知道 华野景刚刚在跟巴伟聊去什么 一个没注意踩到一拉罐滑倒 膝盖都磕红了 华野景买了水口毛巾 单膝下轨帮她擦拭 还说小英今天的表现很正常 因为小英之前说过 跟巴伟之间发生过尴尬的事情 所以华野景一直以为他们俩有点啥 小英这才意识到 男朋友一直在误会 赶紧解释 他们的事情还跟那个 剪了她头发的好朋友有关 当时她好朋友喜欢的男生就是巴伟 因为这个 小英才害怕跟巴伟相处 但巴伟也很无辜 明明她什么都没做 就有朋友莫名其妙的疏远 不过现在小英已经想通了 华野景觉得小英真的好厉害 总是一直向前走 总是优先考虑别人的感受 和她相比 自己也真是太差劲了 华野景不知道该如何诉说自己的心情 干脆给小英来了个鼻动 如果能赶紧把小英变成她的人 是不是就能开心了呢 于是华野景蹲下来 想要亲美小英的嘴唇 但最终还是住嘴了 她想起了当初和小英的承诺 到了真正结婚的时候 希望小英能跟她一样开心 没想到小英为了安慰华野景 居然主动抱着她的脖子 这让华野景非常内疚 因为小英又是在哄着自己 可其实小英的身体 不由自主就这样做了 这使得华野景一脸正色的告诉小英 自己还有一件事没告诉她 刚想开口输出那件事 就被小英阻止了 小英觉得华野景现在的表情 就像遇到世界末日了一样 所以如果实在不想说 也可以不说 毕竟她也有害怕 华野景被发现了之后 会被讨厌的事情 他们只是交往而已 没有必要将自己 所有想保密的事情 向对方和盘托出 那也太压抑了 华野景就觉得 小英都跟自己说八位的事情了 她怎么能继续瞒着 完美认真思索一番后决定 让华野景每天都告诉一点 她好奇的事情 直接秘密太不合适了 就从小时候开始说起 这样也能加深 他们互相真正的理解 华野景的心情 总算轻松了一些 这天放学后 华野景就履行承诺 告诉了小英 其实自己上初中的时候 是住宿生 因为外面还在下雨 两个人就一边 在学校四处转 一边聊华野景初中手的事情 还遇到了 刚结束剑刀训练的财产 不过财产很快 就不知道老师叫走 华野景和小英 就继续探险了 华野景国中的时候 还加入了田径部 因为小时候身体不好 想让自己强壮一些 这次他们又遇到了小小 想带他们一起 去看小龟的篮球训练 小龟热情地迎接了他们 打了听招呼就回去了 小英明锐地察觉 小龟在社团里 好像跟平时表现不太一样 这其实也是小小烦恼的事情 原来小龟在社团里的处境 并不太好 毕竟一年级的时候 就超越了三年级当上首发 学长们都不喜欢他 从篮球社离开的路上 华野景感慨 这个小龟也是有各种苦衷的 小英觉得 他开始关心其他人 就是一个大进步 说到这里 他就好奇 华野景不是从小就不喜欢交朋友吗 没想到居然是从国中才开始的 不过他要好的朋友只有一个 大概是触发了什么伤心事 华野景带小英一进空教室 才开始讲起来 那位朋友的年纪不太大很多 那个时候他很叛逆 耳洞都是朋友帮他穿的 然后后来那个人 却一声不吭就消失了 再没有回来过 华野景不显得经历这种事情 说出这句话的华野景 表情格外温柔 之后又跟小英讲了很多 关于那位朋友的事情 这让小英更加肯定 华野景是一位比他自己以前 以为的还要正直优秀的人 他也想更加认识华野景同学 不管以前的华野景是怎么样的 他喜欢上的人是现在的华野景 所以如果有他不愿意回忆的事情 那就不用勉强说说口 刚好趁这个机会 小英也想往前迈一波 让华野景闭上眼睛 假装自己是缔造王菩萨 好家伙 大家期待的事情终于要来了嘛 听到小英这么说 华野景也无可避免的期待了起来 曼琳通红的正作战 闭上眼睛之前又提醒小英 她也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把持住 可倒没办法像之前那样疏手 但小英已经做好了觉悟 终于 华野景闭上了眼睛 小英先是握住了华野景的手 然后抚摸了她的脸颊 正要凑上去的时候 一不小心碰到了华野景的耳钉 被吓一下的华野景 吓一下子的睁开眼睛 可这样的华野景 可爱到犯规 小英无法形容自己的心情 只能将这份心情 用柔临华野景的头发发泄出来 华野景同学果然很可爱 而她再也不需要做什么心理建设 直接抱着的头吻了上去 不是吧 就这 就不能再给大伙演五块钱的嘛 熟知这只是一个暗示而已 光是暗示 小英就修得躲进了窗帘 没关系 接下来的事情 华野景来做 她凑上去扶着小英的肩膀 直接就吻伸了小英的嘴唇 两个人都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 然后跟着一起滑落堂倒 原来接吻是这么快乐的事情 外面倾盆大雨 脚势宁静无比 在这样一个平常又不寻常的放学后 小英和华野景终于第一次接吻了